欢迎朋友们照理说事 猪肉价格什么时候能降下来 什么时候餐桌上能摆满大盆的猪肉 是近来老百姓们天天讨论的话题 随着中秋假期刚过 国庆假期临近 国家部委和各个省市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保证在节假日期间老百姓吃肉有保障 不仅如此 通过各项措施 猪肉价格天天涨的日子 也有可能就此被打住 咱们先来说说国家部委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释放了哪些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信号 就目前来说 从中央到地方的冷冻猪肉储备量 其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在中秋国庆元旦和春节节假日 国家都可以为猪肉市场的供应 提供强要力的保障 也就是说 在一些重要的节假日时期 老百姓们几乎不会买到价格惊人的猪肉 也不会为买不到猪肉而发愁 另外改善养猪环境 给予生猪规模化养殖补助 这些措施都对养猪户有很大的好处 不论是卖猪肉的还是买猪肉的都喜闻乐见 老百姓们的另一个关注点就是 如何能保证自己买到放心健康的猪肉 本身猪肉价格上涨 就跟最近的非洲猪瘟疫情分不开 这是很多朋友们都不敢买猪肉 怕给自己造成健康问题 在这方面 国家将进一步支持疫情的防控 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 保证猪肉的质量让大家放心 除此之外 囤积猪肉高价出售 也令咱们老百姓深恶痛绝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常买猪肉的地方 漫天要价 可以通过12315进行投诉 毕竟买猪肉的钱是咱自己的 一定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现在咱们再来看看 有哪些城市已经给猪肉价格打折了 中秋节的时候 浙江省的政府储备猪肉就已经开始在杭州等多家超市进行投放 以前的猪肉价格都在25到30元一斤左右 有人戏称多吃几次猪肉 工资就不是月光而是半月光了 政府投放猪肉以后 一斤价格才17元 几乎是投放前的6折左右 杭州市的朋友们要买一定抓紧时间 下次投放可能就要等到国庆节了 另外济南市也向市场投放了1500吨的储备冷冬猪肉 各个零售网点都有销售 十几块钱的猪肉价格就目前来说 令大家争先恐惑的购买 为了保证人人有份 每个人只能购买6斤 也就是3公斤的猪肉 济南市的朋友们一定要早做打算 除了杭州市和济南市 湖南省 湖北省 四川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他们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让大家都能在重要节假日买到便宜放心的猪肉 这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好消息 经常买猪肉的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 另外建议大家去官方正规渠道购买猪肉 撇开价格不说 安全质量非常有保障 毕竟花钱是享受的 不是遭罪的 关于猪肉价格这个话题 我们就先聊到这 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猪肉价格的涨跌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 欢迎给我们留言评论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